舍报撞沿途 四十亿位发生大死 都叫做分针击伏 他们有圆满 圆满只有一位 华严经上的妙曲 你看等球再上去 妙曲 那是圆满了 所以那叫就近佛国 就近圆满 等觉一下 这四十亿位菩萨 是诸是行 是回向 是地 等觉这四十亿位词 叫分针击伏 它是真的 它不是假的 但是它不圆满 为什么不圆满 无视无明的习气没断 无明没有了 这个要知道 他们确实不起心 不童年 无明稀奇 非常难断 也没法子断 只有不去理会 时间久了 它自然没有了 要多长的时间呢 华严经上告诉我们 三个阿森奇迹 就没有了 完全没有了 完全没有了 就是妙曲入来了 究竟复活了 这个完全没有了 我们现在明白了 是暴徒不见了 这到哪里去了 到长济光去了 真正是回归自信 从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看到一个大循环 你看 一念不绝 迷了 好像这个起点 这是起点 这经过 无量级的修行 修行到 明显界限 到这个分镇 分镇的这个地位 就是 原教 出诸菩萨这个地位 不起心 不动念了 无明没有了 无明的习气呢 要经过 三个二生期间 完全没有了 完全没有了 又回归到起点了 回归到自己 有个大远环 那我们要问了 回归到起点 还会不会再迷了 否则不会了 等于说 你到外面去 游历了一帆县 又回老家了 回老家还去不去了 不想去了 不想去 能不能起作用 起作用 众生有感 他就有意 感应的是 有没去 没去 妙了 太妙了 为什么 既然是 其如此 就是跟自信融成一体 自信什么现象 三种现象都没有了 没有自然现象 没有精神现象 没有物质现象 跟自信融成一体 自信变发界去攻击 什么地方众生有感 他就在那里就晕 不是说从这来那来 就先丢当心 任音间上讲两句话 讲得好 当初出生 随处灭尽 众生又敢 就出现在的面前 敢消失了 他就不见了 都在先前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也没有磁界 也没有踏方 这真的 我们现在用一句话 也许能够稍微理解 就是不同维持空间 或者我们用电视屏幕 做一个比喻 不同频道 全都现在这个屏幕 这个屏幕就好比是自信 好比是长级光 几百个频道 统统在一个阴幕 所以是当初出生 随处灭尽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时空都是假的 不是人 有没有空间 对 有没有空间 我们先进去 这次 来 我们先进去 感谢观看